目前台湾医界传出缺药、缺快筛、缺输液、缺病床等四大危机 对此国民党27号召开记者会 邀请防疫学会基层钥匙协会理事长出席 呼吁政府实际走入基层 请听医疗专业的意见捍卫国人健康权益 全球新冠病毒目前虽然已经流感化 不过台湾正面临新冠、流感、诺诺三大病毒威胁 加上医界处于缺药、缺快筛、缺输液、缺病床等四大危机 引起民众人心惶惶 国民党27日召开记者会 质疑政府政策根本没有落实 不断对人民说谎 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任贤表示 新冠病毒越变越弱 在台湾已经从法定传染病降为非法定传染病 政府却还在抢病毒药物 应该是要针对台湾目前缺的输液 快筛去加强 所以这一切的乱象 我个人认为就是 你没有在中央流行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那些人都是负责去 去搞他的后路的官位怎么做 他就忘了这个东西要交班 交给健保啊 交给健保很多的规范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大家刚才讲 这个病现在已经不要隔离了 可是他这个信息 基本上都没有传达下去 我看到很多医院还在搞隔离 还在搞我们那三年那个东西 那这个就错了嘛 这个造成了医院的床位就会出问题了 根据疾管署公布的新冠新增的病例 就有817例 有40例的死亡 许多专家预估7月份将达到高峰 诺持续到孩童开学群聚 目前医疗资源和能力都将亮起红灯 基层药师协会理事长生猜印强调 护理能力永远不会够 必须要有长远规划 不过政府连基本发放快筛的诊所都没公布 根本都是基层第一线默默的承受 人民奔波劳苦 官员完全都不知道 怒斥政府只说不做 根本没把国人生命安全摆在第一 所以我们的人民受苦就是我们官员的脑袋 它没有与时俱进 再来就是说护理能力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最后受苦的是我们民众 就是真的需要住院的时候没办法住院 必须在急诊室带床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最后国民党呼吁政府 实际走入基层视察 提出解决方案 提升医疗品质 稳定药物与药价 才能尽快保障人民健康的权益 记者薛峰台北采访报道